灿烂千阳 卡勒德胡塞尼柱 第十二章 那年 也就是1974年 秋天 摘月来临 有生以来 玛丽雅姆第一次看到新月出生如何影响到整座城市 改变了她的节奏和气氛 她注意到一片寂静接管了喀布尔 路上的行人变得无精打采 零零落落 甚至还很安静 商铺空无一人 饭店关掉电灯 大门紧闭 玛丽雅姆看到马路上没有人吸烟 窗架上也没有冒着鸟鸟水汽的茶杯 每当太阳膝下 雪达瓦扎山的大炮响起 便到了开斋时分 此时这座城市的斋戒就会终止 玛丽雅姆也开始进食 吃一点面包和枣椰子 15岁的她第一次尝到和他人分享一种共同文化的甜蜜 除了少数几天 拉西德并没有遵守斋戒的规定 遵守斋戒的那少数几天里面 她总是带着一副臭脾气回家 饥饿让她变得寡言寡语 暴躁易怒 有一天晚上 玛丽雅姆准备晚饭吃了几分钟 她便就着萝卜吃起面包来 即使玛丽雅姆把米饭 羊肉和秋葵汤摆到她面前 她也不去碰这些食物 她什么也不说 只顾吃着面包 太阳穴高低起伏 额头血管暴露出来 满脸怒气 她不停地咀嚼 盯着前方看 当玛丽雅姆跟她说话时 她对她视若无睹 又往嘴巴里塞了一片面包 摘月结束时 玛丽雅姆如是重负 摘月结束之后 就是三天的开摘节了 当年在尼乌 节日的第一天 扎里勒会去看望她和娜娜 她穿着西装 系着领带 带来一些开斋的礼物 有一年 她送给玛丽雅姆一条羊毛围巾 他们三人坐下来喝茶 完了之后扎里勒便会告辞 当她设过山西 挥手作别时 娜娜会说 跟她真正的家人一起过节去了 法苏拉赫毛拉也会来 她会给玛丽雅姆带来一些 用西博纸包装的巧克力糖 一篮子取其和染了颜色的水煮蛋 等她离开之后 玛丽雅姆会带着她送的这些食物 爬到柳树上去 她会坐在高高的树枝上 吃起法苏拉赫毛拉的巧克力 把糖纸往下面扔 直到他们像银色的落鹰一样 散布在树干周围 吃完巧克力 她会开始吃曲奇 还会用一支铅笔在她送的鸡蛋 上画几张人脸 但她这么做的时候 几乎没有感觉到快乐 玛丽雅姆害怕开斋节 这是个迎来送往的喜庆节日 很多家庭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 彼此串门 她会想像赫拉特的空气 充满了欢乐的笑声 兴高采烈 眼睛发亮的人们互质问候和祝福 孤单的感觉会像冷战似的 在她心中升起 而且要到开斋节结束之后 才会消散 这一年 玛丽雅姆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她童年想象中的开斋节 拉西德和她喜欢街道上的情景 玛丽雅姆从未在如此热闹活泼的气氛中航走过 人们并没有因为寒冷的天气而畏缩 他们涌上这座城市的街头 无休无止地走亲访友 在他们住的那条街上 玛丽雅姆见到了法利巴和她的儿子努尔 努尔穿着西装 法利巴系着白色的围巾 和一个男人走在一起 那人个子很小 戴着墨镜 看上去有点腼腆 她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儿子也在那儿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玛丽雅姆居然还记得第一次去烤炉那边的时候 法利巴跟她说过她的名字叫艾哈迈德 她眼眶凹陷 目光深邃 一张心事重重的脸庞看上去比她弟弟更加严肃 这张早熟的脸更加衬托得她的弟弟依然同志未托 艾哈迈德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安拉项链 法利巴肯定认出了穿着布卡 走在拉西德身边的玛丽雅姆 她挥挥手 大声说 开斋节快乐 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 图在布卡里面 像鬼魂一样 和他点点头 原来你认识那个女人 那个教师的老婆 拉西德问 玛丽雅姆说他不认识 最好 离他远点 他喜欢搬弄是非 那个女人 他丈夫以为他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一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但他其实是一只老鼠 你看看他 他的样子很像老鼠吧 他们走到沙里诺区 纳尔的孩子穿着新作的衬衣和坠着珠子的 颜色鲜艳的马甲 彼此追逐打闹 比较着开斋节的礼物 一些女人则慷慨地摇晃着一盘盘糖果请行人吃 玛丽雅姆看见节日的灯笼在商店的橱窗中晃荡 听到音乐从大喇叭中喧闹地播放着 从他们身旁走过的陌生人大声朝他说开斋节快乐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查曼大道 玛丽雅姆站在拉西德身后 看着烟花点亮了夜空 发出绿色的粉红的黄色的闪光 他想起了从前 他曾和法苏拉赫毛拉坐在泥屋外面 看着烟花在远处的赫拉特上空炸开 那些突然爆发的焰火映照在他的老师那双柔和而迷蒙的眼眸之中 但是他最为怀念的还是娜娜 玛丽雅姆希望他的母亲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切 看到在这一切之中的他自己 看到满足和美丽终究并非无法获取的东西 就算对他们这样的人而言 他们在家里接待了开斋节的客人 他们全都是男的拉西德的朋友 每当有人敲门 玛丽雅姆就知道他得走上楼 到他自己的房间去 把门关上 那些男人和拉西德在楼下喝茶 抽烟 聊天 他则留在房间里 拉西德跟他说过 只有客人离开之后 他才能下楼 玛丽雅姆并不介意 实际上 他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 拉西德把他们的关系看得很神圣 对他来说 他的尊严是值得保卫的东西 他的保护让他觉得很光荣 觉得自己很宝贵 很重要 开斋节的第三天 也就是最后一天 拉西德外出拜访几个朋友 玛丽雅姆的肚子一整夜不舒服 他烧了一些开水 给自己冲一杯绿茶 茶里抛了一些碾碎的豆扣子 在客厅中 他发现前一晚的客人来访留下一片狼藉 茶杯倒扣着 嚼了一半的南瓜子塞在床垫之间 盘子上沾满了昨晚的藏羹冷制 玛丽雅姆一边收拾这脏乱的客厅 一边想 这些懒惰的男人倒是精力充沛得很 他本来没想到要走进拉西德的房间 但他从客厅打扫到楼梯 接着又清理了楼上的走廊 来到了他门口 神差鬼使的 他第一次走进了他的房间 坐在他的床铺上 感觉自己擅闯了别人的地盘 他依次看见两面厚重的绿色窗帘 几双光亮的皮鞋在墙边整齐的一字排开 衣柜的柜门 上面的油漆已经剥落 露出里面的木头 他还看到他床边的梳妆台上有一包香烟 他抽出一根 放在双唇之间 站在墙上椭圆形的小镜子前面 他朝镜子吐了一口气 假装敲了敲烟灰 他把香烟放回去 他学布莱喀布尔的女人吸烟时那种流畅而优美的动作 他自己吸烟的样子看上去很粗俗 很荒唐 怀着愧疚 他打开了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 最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把手枪 它是黑色的 木制的枪柄 短短的枪管 在拿起枪之前 玛丽雅姆确保自己记住了他是怎么摆放的 他双手来回拿着这把枪 他比看上去要重一点 手里握着的枪柄很滑 枪管则是冷冰冰的 想到拉西德居然拥有这种 唯一的用途就是杀害其他人的东西 他忐忑不安起来 但他持有这把枪 肯定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为了他的安全 手枪下面是几本边角卷起的杂志 玛丽雅姆打开其中一本 他的心一沉 他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 杂志上每一页都是女人 美丽的女人 她们没有穿衬衣 没有穿裤子 没有穿袜子 也没有穿内裤 她们根本什么都没穿 她们躺在床上 周围是凌乱的床单 双眼半开半合的看着玛丽雅姆 在多数图片中 她们的大腿是张开的 玛丽雅姆能清楚的看到大腿之间的黑色地带 在有些图片里面 那些女人趴在地上 好像 但愿真主原谅这个念头 五体投地在做祷告 她们还回过头来 带着令人心烦意乱的挑逗眼神 玛丽雅姆匆匆把杂志放回刚才她把她拿起来的地方 她觉得大惑不解 这些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她们能够容许自己拍这样的照片 她恶心的反胃 那些她没有到她的房间找她的夜晚 她就在看这些东西吗 她既然都这样了 是不是对她有所不满呢 她那些女顾客只不过是为了坐鞋 而把脚伸出来让她量尺寸而已 她就对她们加以蔑视 说什么尊严和礼节 她说的都是放屁吗 女人的脸 她说 只有她的丈夫才能看 杂志上那些女人当然也有丈夫 有几个肯定有 退一万步说 她们总归有兄弟吧 既然如此 既然拉西德认为看看其他男人的妻子或姐妹的私处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为什么还坚持要她把脸蒙上呢 玛丽雅姆坐在她的床铺上 既尴尬又迷惑 她用双手捧着脸 闭上了眼睛 她不停地呼气吸气 直到觉得安宁一些 慢慢的 有个解释自行冒了出来 毕竟 她是男人 在她搬进来之前 独自一人过了那么多年 她的需求和她的需求不同 对她来说 虽然几个月过去了 她们的交欢依然是一种忍受痛苦的活动而已 但另一方面 她的性欲却很强烈 有时甚至显得很粗暴 她常常紧紧地把她压在身下 使劲捏她的乳房 屁股迅速地抬上压下 她是男人 这么多年来没有女人 她能因为真主赋予她的天性而怪罪她吗 玛丽雅姆知道自己永远不能跟她提起这件事 她是不能被提起的 但她是不可以原谅的吗 她只得想到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 扎里勒当时是三个女人的丈夫 九个孩子的父亲 可她还是跟娜娜发生了婚外的关系 拉西德的幻想和扎里勒的作为 哪一种更糟糕呢 再说了 她不过是一个乡下人 一个哈拉米 她又有什么权利对别人说三道四呢 玛丽雅姆打开了梳妆台下面的抽屉 正是在这个抽屉里面 她看到了那个叫尤纳斯的男孩的照片 那是一张黑白相片 她看上去只有四岁 也许五岁 照片中的她穿着条纹衬衣 记着蝴蝶结 她是英俊的小男孩 鼻子鼻挺 棕色的头发 稍微有点凹陷的眼珠 黑油油的 她看上去有点分心 好像相机闪光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 相片下面 玛丽雅姆又看到另外一张 也是黑白的 比起上一张 她稍微有点模糊 照片中是一个坐着的女人 她后面则是拉西德 一头黑发 比现在瘦一点 也更年轻 那个女人很漂亮 可能没有杂志里面的女人漂亮 但是挺好看的 当然比她玛丽雅姆好看多了 她的下巴很精致 黑色的长发从中间分开 高高的颧骨 柔美的额头 玛丽雅姆想起了自己的脸庞 想起了她那薄薄的嘴唇和长长的下巴 她心中闪过一丝妒忌 她久久地看着这张照片 照片中 拉西德好像压制着那个女人 这让玛丽雅姆隐隐觉得有点不安 她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她嘴唇紧闭 露出得意的微笑 她则板着脸孔 一副阴郁的模样 她的身体稍微有点前倾 仿佛想摆脱她的掌控似的 玛丽雅姆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原位 后来 在洗衣服的时候 她后悔自己偷偷跑进她的房间 为了什么呢 她对她多了什么实质性的了解呢 了解到她有一把手枪 了解到她是一个有需求的男人吗 她不该对着她和她的妻子的合影 盯了那么久 刹那间拍下来的身体姿势本来很随意 可是她的眼睛却看出了别的意义 这时 亮衣线在玛丽雅姆身前跳动 她正在把衣服往上面挂 心里觉得很对不起拉西德 她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她的生活充满了厄运和苦难 她又想起了那个叫尤纳斯的男孩 她曾经在这个院子里面堆雪人 曾经砰砰的爬上这同一条楼梯 湖水将她从拉西德身边夺走 就像鲸鱼吞噬古兰经中那位和这男孩同名的先知那样 将她吞没 一想到拉西德恐慌而无助 在湖岸上来回奔跑 哀求湖泊将她的儿子吐回陆地的样子 玛丽雅姆就觉得心中一阵发痛 痛得很厉害 她第一次觉得和她的丈夫血脉相连 她告诉自己 他们终究会修妻与共 我